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是干涉你的工作 我们只是怀疑捡回来的碎尸当中呢 有一部分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根本就不可能 所有捡回来的肢体 都经过精密的DNA测试 江瑟 那么最后捡回来的大拇指 有没有经过精密的DNA测试呢 这么多人呢 今天DNA报告送来 难怪江瑟也来了 照规矩我应该负责这件案子 谢谢地方 是的 请等等 Madam 二线 OK 谢谢 喂 我就是 好的 谢谢你 化验报告出来了 这名大拇指和其他碎尸 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 勇哥果然厉害 不愧是我们管区的陈大 勇哥 我想看您脑子到底怎么长的 难度这么高你都想得出来啊 真行 多亏我干儿子在玩模型 我才灵机一动 从牛角尖里钻出来 是啊 真是恭喜你了 神太 不客气 Johnson 我有点纳闷 不是所有的碎尸都经过化验吧 怎么少了大拇指呢 这个凶手太聪明了 他是运用人性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当我们第一次捡到所有的碎尸 回来经过DNA的化验 证明来自同一剂尸体 所以第二次当我们捡到大拇指回来的时候 只要经过初步化验 证明血型是相同的话 大家都理所当然 当它是同一剂尸体了 对不对 这点我承认是我疏忽了 其实这点疏忽也是人之常情嘛 就说我们好了 都没怀疑过它 江四 别放在心上 我也得是 我先走了 拜拜 小子 你真不简单哪 连人类心理学你也懂啊 别这么说 我是和勇哥学的 麦当 我们有个辣手神探 现在又多了一个小神探 是不是要请我们喝茶 你看看你们呢 小小成绩就这么开心 OK 已经证实了尸体 也不是李文芳的 那么是谁的呢 不知道啊 喝完了茶就要追查了 谢谢麦当 喝什么 咖啡 我喝奶茶 谢谢 咖啡 奶茶 你呢 周先生 请你看清楚了 这个是你老婆 手臂上中个牛豆 而这具尸体没有 根据我们警方化验的结果 大拇指并不属于这具尸体的 为什么你要认这具尸体 是你老婆呢 警官 是你们说经过测试 证明她是我老婆 才叫我来认识的 这个根本不是你老婆 为什么你知道 她身上那么多的特征呢 什么不是我老婆啊 你凭什么说 这个不是我老婆 她不是我老婆又是谁 真是被她气死了 行吗 最近你每天监视她 有什么可疑的事 没什么可疑的 她每天上班下班 跟着回家 就是昨天 下了班之后 她买完了药 跟着就不见了 接着半夜一点多 才回到家 这么晚去哪里啊 她死不承认 我们拿她也没有办法 可是现在很明显 尸体绝对不是李文芳的 那李文芳的尸体 到底在哪儿 问不出也没办法 只好放人 警官 我可以走了吗 勇哥 在西贡村墓啊 发现一具 没有右手大拇指的女尸 直近的同事说 长得很像 上个星期 分尸二的女尸哲李文芳 喂喂 死的什么人哪 那这个女尸哲啊 就是上个星期 在宫地被人发现的 质截女尸李文芳啊 哇 你不能进去啊 这里已经封锁了 那个女人可让我老婆 怎么又死一次啊 是又是啊 这才奇怪啊 张子 回家小姐 你不能进去 老婆 怎么会这样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啊 老婆 昨天还活着 怎么会就死了呢 放手啊 我想见我老婆 好啊 扶她进去 是 我今天早上经过这里 看见大门半开着 我就过去看看 谁知道一看 你看到一个女人 血淋淋的 你这 慢点 小嫂子 下嫂子怎么样 哦 你看看 死者身上很明显有刺伤的伤痕 有些刺得很深 可能是刺中心肺或者是大动脉 大量流血致死的 还有 她的额头有一道鱼痕 可能是跟羞手纠缠的时候撞到的 老婆 老婆 放开我 就记着 老婆 你这样会妨碍我们办事的 老婆 Madam 在外面找到这把燃血的刀 怀疑是凶器 队长好 还看看还有什么证据 可以带回去化验 Yes Madam 周婧姐 现在已经有两条人命 这个时候你必须说实话 为什么要杀死李文芳 没有 我没杀我老婆 阿芳死得很惨啊 警官 你们串通起来骗保险金 眼看钱就快到手了 你想独吞 于是杀死她对不对 你们相信我 我没杀我老婆 我不会杀我老婆 我很爱我老婆的 不做 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像不太好 自从她知道我在外面 有了逮气之后 她很气 她搭上一声存心气我 我更气 男人三妻四妾无所谓 女人不可以这样做吗 所以你就怀恨在心 杀死你老婆 没有啊 我真的没杀阿芳呢 我越嫉妒我就越发觉 我越爱阿芳 我知道阿芳还很爱我 跟着我们言归一好 阿芳还主动跟医生分开 我们准备结束香港的生意 移民到加拿大 过平静的生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会那么倒霉 我们工厂的货出问题 损失一大笔钱 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就因为钱所以你要杀人 对不对 我真的没有 意外 一切都好像有鬼在做怪似的 那天晚上我在厂里坐得很晚 阿芳上夜班 我去接他 在车上我在想 工厂会不会倒闭呢 阿芳一直不说话 忽然间他说话了 如果现在有闭钱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想 马上飞去加拿大 无缘无故怎么会有钱呢 谈何容易啊 就算有钱啊 你也舍不得走啊 你又怎么了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今天又打电话来了 是你求我给你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的 为什么你不跟他分手啊 最近厂里的事啊 烦得我头都快爆炸了 哪有空跟他提出分手啊 你是没有空啊 还是舍不得啊 随便你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你这是什么态度 竟然用这种态度 我才开车呢 你什么时候跟他分手啊 你说啊 一次又一次的骗我 你说清楚啊 你不敢认识是不是啊 不要吵了 你说啊 你 怎么办了 走啦 阿翁 走啦 走啦 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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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送他去医院呢 不要动他 不能移动他 不要动他 报警阿翁 阿翁 阿翁 别吵啊 别搞了 赶快送他去医院吧 他死了 死了 撞了大祸了 阿翁 我们撞死的人怎么办呢 阿翁 这儿没有人看见 扔到草堆里 那怎么行啊 怎么不行啊 过来帮忙 快点 没有人看见 快点 过来帮忙啊 快点啊 快 快点啊 惨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啊 阿翁 刚才有没有人看到啊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工厂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 偏偏这时候又撞死人了 老公 刚才我看见那个女人的捐血卡 原来血清跟我一样都是B型 B型又怎么样 B型 人都死了救不活了 我是救不了他 可是他可以救我们 那 我们急需一笔钱移民用 你刚刚又帮我买了人寿保险 如果我死了 是可以领保险金的 要是你真死了才有的赔啊 知道吗 当然不是我要去死了 那 那个女人呢 无论年龄和身材都跟我差不多 我们可以利用尸体 把它当成是我 骗保险金不就行了 行不行啊 行 真的行 行行行 不要再说了 趁没有人发觉 去把尸体抬回来再说 哦 跟着我们把尸体运到我朋友空置的村屋里 因为阿芳要肢解 就在西宫的村屋里 同时为了隐藏死者的身份 把死者的头锯下来 阿芳在手术室里工作很久 他锯的时候很镇定他不怕 我不看看 只好阿芳想起自己做过妇科手术 他就把死者的下副也锯了 然后砍掉十个手指头 怕人认出死者的指纹 跟着我们就肢解尸体 做得就像分尸案那样 阿芳他说 他说一定要留点线盒 让人觉得这个尸体是他 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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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做阿芳 阿芳 我要留下蓝拇指 让人知道尸体是我的 老公 我 我是下定决心 我们重新开始 以后 要看你了 我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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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故意找一个 比较多人出入的地方 把尸体扔在那边 然后故意留一滩血迹 使你们找到他的手指 以为凶手窃尸的时候 匆忙留下他 那么死者的人头和下腹部分 你们扔哪儿了 在我朋友的村屋 后面的草村里 我们证实了死者的身份 他叫陈采玲 二十八岁 他致命的原因是因为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 导致头骨暴力而死 跟周静杰所说的口供完全吻合 由于死者的家人全部移民到外国 就他一个人留在香港 所以没人报案 OK 快点联络他在外国的家人 叫他们来认识 是 长官 这件案子差不多破案了 可是另一个受害者李文芳 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还在查 长官 你有什么高见呢 OK 昨天在案发的时候 我们交通组正好在拍快像 拍到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凶手 警官 你扣留我没有道理啊警官 这是交通意外 我撞死人 你就帮我 不要吵了 贤鸣 我要走了 不要吵了 什么事啊 麦顿 麦顿 我老婆死了 我还没有见过她 我要给她办后事的 麦顿 好啊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在案发那晚诗点到凌晨一点 你在哪里 我去看我老婆 我老婆打电话给我 她说她不舒服 有点感冒 我一下班就赶去药房买药 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是跟踪你 你到了药房之后你就不见了 我特地从药房后门走的 我们在你家楼下等到一点你才回来 真的信不信随便你们 倒霉起来什么事都会发生 我的车子突然爆胎 我要换胎啊 你们打开我的车县就看到我那烂胎了 就算车厢里有烂胎 也不见得是你内网患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周先生 你太太的验尸报告出了 因为胃里面的食物和药物 还没有完全的消化 所以我们推断她死亡的时间 是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而在那个时候 你没法子给我们合理解释不在场 我现在怀疑你杀死你太太李文芳 所以我们必须拘留你 不能保释 你说什么 我杀死我老婆 我老婆摘手指是为了我 我会杀我老婆 你布局的目的不就是想骗保险金吗 现在老婆死了 目的达到了 我没杀我老婆 你别冤枉我 你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好人的 没证据 我们不会起诉你 带她去办手续 是 女士 我没杀我老婆 你两件点 女士 起来 走 我没杀我老婆 我老婆死了 我还没有见过她 走 我要拜我老婆的生物事 放我出去 忠义 你信不信她 不知道 可是我直觉觉得不是她 直觉 我以为直觉是我的专利 你真的应了麦丹说的该学的不学 麦丹 麦丹 你觉得周静杰不是免戏的 不会啊 当周静杰见到她老婆尸体的时候 那份感情一个普通人是没法装得出的 如果她是凶手 就不是普通人了 对不对 麦丹 如果周静杰真是凶手的话 她不会那么蠢承认自己去个现场 她应该找一些人来证明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吧 张所 你的脑筋转得很快呀 凶手就是抓你这种人的心理 你这么说 我没话说了 麦丹 我真的觉得周静杰不是凶手 你绝对没有用啊 查案需要证据的 你觉得周静杰不是凶手啊 好 拿出证据来 勇哥 西贡女士的案子 法政科的报告已经出了 在大门上面发现了皮肤纤维 跟女士额头伤口的皮肤纤维 完全是吻合的 那这么说 死者遇害之勤 曾经被大门大力撞晕或者是撞伤过 喂 勇哥 你去哪儿 如果周静杰要杀死她老婆的话 根本不需要拿门撞她呀 我们假设啊 当晚周静杰走了之后呢 跟着又有人来了 她老婆不在意 以为老公又回来了 于是去开门 可是当她开门的时候 才发觉不是她老公 就在那个时候 凶手很大力地用门撞到她 撞到她头晕眼花 在她背后捅死她 不错 一定是这样 什么事 太太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没有人呢 你是谁啊 那我住在隔壁的 我先生姓麦 前两天这儿是不是发生命案吗 你们是警察对不对 你们抓到凶手没有啊 那天我见到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凶手啊 你见到凶手了 那天我跟老公吵架 气得我带了两件衣服 准备回娘家 结果这儿看到一个男人 从屋里出来 你记不记得当时是几点钟 十一点四十五分 我站在门口等了十五分钟 我那老公还没有出来 我就走了 你还记得她的相貌吗 我没看到她的脸 只是看到她的背影 荒唐 叫人认背影 可是目击证人很肯定 他认得出凶手的背影 那怎么样 认出背影又怎么样 对 虽然背影 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可是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如果目击证人 一眼就认出周俊杰的话 那么这个凶手就是周俊杰 如果他认不出来 或者是认错别人的话 最起码知道杀人凶手另有奇人 我看见他 女士 佑哥 麦太太 妈妈你认一认到底哪一个是你那天看到的背影 好吗 好 我是跟你说过 那个人的背很怪的 我一认就认出来了 那还有他的外套 长到这里 不错 就是三号 你肯定看清楚了 是啊 不会错的 麦太太 谢谢你 不客气 我们市民应该 跟警方合作的 警官 我将来有没有 好市民讲啊 麦太太 我瞒盘好会通知你的 这边请 谢谢你 麦太太 怎么样 老实说 背影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 凶手很可能不是周静杰 来 麦太太 指纹报告出了 胸器上面 果然有周静杰的指纹 张所 您所说的背影 只能证明周静杰 可能不是凶手 可是现在凶器上面 的确有她的指纹 就是表示她是凶手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雷独察 听说上个星期 分尸案的女主谋李文芳 在西贡村被杀 你们已经抓到遗凶 请问是不是真的 不错 由于我们在凶器上面 找到死者丈夫周静杰的指纹 所以我们决定正式起诉她 请问你们警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周静杰的 周静杰为什么要杀李文芳呢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 我们发觉 张所 关于这件案子你有什么看法 你有没有搞错 玛丹就在那边 你不问她 你来问我 其实呢 我觉得这件案子有点问题 你别走啊 我有周静杰的独家资料 有没有兴趣听 什么独家资料 告诉你也行 不会有条件的 免了吧 我最恨人家跟我谈条件了 走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种别回来求我 高小姐 上车 应该是案发的前一天 真是太巧了 我看到周静杰从银楼出来 我就上前跟她打招呼 还问她是不是来定手势 可是她没有回答我就走了 当时我心想 她老婆已经死了 当然是定手势给秦妇 可是现在想想看 那天她老婆应该还没死啊 那她定手势到底是给秦妇呢 还是给老婆呢 想知道很容易 去那家阴劳问问就知道了 高小姐 是哪家阴劳啊 想我告诉你可以啊 大家交换资料 我给你线索 你要把独家消息给我 独家消息 看情形吗 小姐 你喜欢什么手势 警察 请问你 在九月十六号那天 有没有一位叫周静杰的先生来过呢 请你们等一下 这是周先生那天订的钻石戒指 周先生订戒指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要送个谁呢 没有 他只叫我们在戒指里面 刻上个方字 李文芳 就是送给他老婆 如果周静杰要杀他太太的话 根本不需要送他钻石戒指对不对 我们的推断应该没错 凶手不是周静杰 原来你早就知道周静杰不是凶手 那你这位真凶是谁啊 高小姐 真不好意思 我看我们的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了 非常感谢你和警方合作 和提供很宝贵的资料 现在可以请便了 喂 有没有搞错啊 明明说好交换资料的 我的独家消息呢 高小姐 从开始都是你一个人在说话 没有人答应过你什么的 对不起 我们要回警局上班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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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什么转 我自己去查 勇告 我不明白 这个记者没什么呀 做事有冲劲又卖力 为什么你老是针对他呢 我告诉你啊 要是记者靠的时候 母猪也会上述了 没这么严重吧 不严重 你知不知道我当了十几年警察 为什么还是三条纲 想当年我是太信任记者 才被他们出卖的 我交代不能写的全都写出来了 害得我没机会升职 难怪你那么讨厌记者了 忠义 听我的没错 类似记者这种动物呢 警察勿计 勇哥 关于这件案子 你可不可以让我的脑子 暂时休息一下 勇哥 关于这件案子 你们再研究 大人回来了 什么哥啊 没见过啊 你贵心啊 我叫李忠义 毕哥啊 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们好的呢 共同有个儿子了 大嫂 慢着 请你把话说清楚了 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 你干嘛嘛 是你叫我把孩子生下来的 你当然要负责任了 毕哥 是啊 大嫂 你还叫 你干嘛嘛 人家觉得顺口就多叫两声嘛 有什么关系啊 喂 吃宵夜 好 我买了虾也给你吃啊 来 我快吃 你会这么好 要借多少啊 干嘛老板人家说的那么现实嘛 难道人家来看你就一定要借钱 是不是啊 那就更糟 要不是借钱麻烦就更大 爽快点 你要闯什么祸了 坏就坏得人家 长得国色天香 我见有脸嘛 哎呀 就那个老甲鱼嘛 人都说了不喜欢他了 还要死缠着人家 真烦死人了 那人家嘛 想到你这儿来住几天避避他嘛 喂 你不要紧吧 在这儿住几天 哎呀 我知道你一定没问题的啦 勇哥啊 你是最喜欢帮我的了 而且呢又有正义感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睡马路上的咯 你不要来这套啊 我跟你说啊 行了 废话不要说了 总之呢 我会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里一样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啊 你放心吧 哎 我先去睡了啊 你们慢慢吃啊 慢慢聊 哎 晚安 喂 你真的假的 明天见 喂 喂 你来真的 喂 不要自作主张 这个三八 每次都是用快刀斩落麻这一招 这是明天让她好看 勇哥 其实你和大嫂 告诉你别叫大嫂 她是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交的坏朋友 一有困难就到处找人帮忙 哦 能帮就帮吗 你这么好人 明天开始我叫她找你了 还是免了 对了 勇哥 关于那件案子 你怎么看呢 如果周静杰不是凶手 那最有嫌疑的是 大嫂跟琴夫周医生 我也这么认为 那 要是他们夫妇真的复合的话 大嫂和周医生杀人的动机 就很明显了 因度成恨 于是栽赃下祸 这样吧 明天我们分头调查他们 找出凶手 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里 我记得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术要做 晚上十点钟开始 一直做到凌晨一点多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问问当值的护士 这倒不需要周医生 我是照规计随便问问 谢谢你的合作 不用客气 对了 你们是不是要起诉周静杰 其实我早已经猜到 她是杀人凶手了 我不明白文芳 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把信都给了她 结果害死自己 警官 又是你啊 这次要问我什么呢 请进来 我给你沏杯茶 对不起小姐 我想请问你李文芳被杀那晚 就是九月十八号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你在哪里 我那天去了歪歪俱乐部健身 这么晚还可以健身吗 是啊 这家俱乐部二十四小时都开的 反正最近老是睡不好 就去做做运动 吹一身汗 回来睡觉睡得好了 你不信可以去查的 我每天都去的 那里的人一定认得我 是吗 你们警方不是已经起诉静杰了吗 你还要查什么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 老实说我 我觉得静杰太傻了 不错 他是喜欢我 不必为了我杀死他老婆 而且还那么狠心在他的背后捅了几刀 你怎么知道死者背后中刀呢 我看报纸知道了 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写的 睡开了 怎么样 忠义 我到医院问过了 周医生在案发当晚正在医院做手术 所以应该不会是他的 那呆气呢 在健身 健什么肾 那么马上去健身 女人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们是警察 什么事啊 警官 请问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女人 认得 呆喜小姐嘛 她是这里的熟客 你记不记得九月十八号 就是上个星期二的晚上 她也没来过这里 有啊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当然了 那天她一来呢 就跟人家争停车位 我真不明白 这里那么多车位她都不停 非要跟人家争那个车位不可 吵了半天 最后让她争到了 那个时候是几点钟 大约十点多钟 那她几点钟走的 哦 是半夜两点钟走的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那天轮到我值班 她出来开车走的时候呢 说谢谢我帮她看着车子 给了我一千块打赏我 其实这里停了那么多车 我哪有空特别照顾她的车呢 不过她给我钱 我没有理由不收的对不对 怎么看 我觉得她好像故意为自己 制造时间证人似的 是有这种可能 还有一样最奇怪 Daisy居然知道 李文芳是背部中刀之死 她怎么知道 她说看报知道的 她胡说 所有报纸只说李文芳身中多刀 我们根本没有向新闻界 说过李文芳背部中刀的 除了警方没有人知道 谁说没有 凶手知道 你说Daisy是凶手 照这么说 当晚呆起十点多开车来了这里 跟着偷偷地留起西宫凶案现场 杀死李文芳之后 留下凶器交给周晋杰 跟着又回到这里 叫警管理员使她坐时间证人 简直天衣无缝 没有理由天衣无缝的 一定有破绽的 皮特 高小姐 要来找江泽儿 是啊 她在开会 你进去坐一会儿好了 好 谢谢你 张泽儿 你在这儿啊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这要你都不理人 我跟你不是很熟啊 我真不明白 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你这么讨厌我 这就叫做虽无过犯 面目可憎了 我的样子长得很讨厌吗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 你们这些记者是不是都这么无聊啊 无聊有什么关系 最要紧是开心嘛 我的办公室今天这么热闹啊 剑瑟儿 我是来请教你杀死李文芳 把胸刀的化验结果 今天我详细观察化验的程序 我发觉胸器有一点问题 刀锋上根本完整无缺 就跟新的一样 而且胸刀上面只有死者的血迹 和遗胸的指纹 李文芳身重多刀 他的伤口大约有多深啊 全部都很深 有些生日到了肋骨 张泽儿 谢谢你 我看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 要不是我帮他 他怎么可能想得通 是啊 全世界最棒的就是你 我可不稀罕做全世界最棒的人 我只想做你心中最棒的人 那非常抱歉 我心目中最棒的人不是你 是谁啊 是我爸爸 没理由那把胸刀 插到肋骨那么多次 居然还完整无缺 没有绷口 还有 这个凶手没理由这么蠢 在行凶之后 把胸刀放在附近的罗斯桶里 所以我怀疑一定有人栽赃下货 是谁这么做呢 是周静杰的情夫Dacy 因为他知道周静杰 跟李文芳和好之后 因度成恨 所以就杀死李文芳 嫁祸给周静杰 还有那天目击证人 认病影的时候 他说凶手的块头比较瘦小 而且穿了件很大的外套 那我就更加怀疑 这个凶手应该是个女人 就说今天 我问Dacy口供的时候 他居然不打字的招 他知道李文芳是被捕中刀致死的 这件事呢 除了警方知道之外 只有凶手才知道 所以我很肯定 杀死李文芳的凶手就是Dacy 没得 我现在正式向你申请搜查令 我想搜查Dacy的家里 发生什么事啊警官 Dacy小姐 这张是搜查令 我们现在要搜查你的家 我犯什么法 要搜查我家 我警告你们啊 搜归搜 不要弄坏我的东西啊 我怕你们赔不起啊 还有啊 手脚最好干净一点 要是我发觉东西不见的话 我一定会告你们的 管你是什么人 大家仔细搜查 勇哥 我找到好多刀 勇哥 在里边搜到几套南西装 全带回去花叶 勇哥 勇哥 欢迎报告出来了 怎么说 没可疑 我们在Dacy家里 收到的那些刀和衣服 都验不出有死者的血迹 或者衣服的纤维 张大勇 你死心了 下个礼拜 律政术就正式起诉周静杰 我希望你别再多事了 勇哥 怎么办 钟爷 你信不信Dacy是凶手 信 可是没证据 放心吧 狐狸迟早露出尾巴的 你们继续跟踪他 散吧 要闯什么祸了 好歹我也是公关主任嘛 给点面子好不好 面子 面子 好 上个星期 有了 好 走 好 好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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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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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经常到高级发廊去修剪头发 又到美容中心去做脸 还要买衣服赚的钱 那你说我怎么够用吗 那就只好到财务公司去借钱了 借了一次又一次 这样就借到六万块了 喂 你说句话行不行啊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啊 那这样好了 我以后呢 每个月呢还给你一千块钱好不好 你每个月还我一千块 你每个月不拿我三千块 我已经走运了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你的债主走了 请你也自动消失 自动消失就自动消失嘛 干嘛这么凶啊 还有啊 我现在去洗澡 拜托你在我洗完澡之前自己消失 你什么了不起啊 我现在去洗澡 哇 你没有搞错 这么快 你以为我是先悟空啊 喂 忠一啊 我正想找你啊 什么 李希收拾行李想走 你想办法拦着他 我马上赶来 喂 你就这么就走了 我看你还是别走 留在这里吧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你不要阻拦我 不然我要告你非法禁锢 妨碍我人身自由 李希小姐 请你再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大叫非礼了 李希小姐 我现在怀疑你跟一件谋杀案有关 请你现在跟我回警局 好 什么 又化验 张大勇啊 你自己数一数化验了多少次了 都没有结果 你害得我这一组多没面子啊 妹妹 假如Daisy真是凶手 她杀人的时候 身上一定会染到死者的血迹 上次我们搜不到人有血迹的衣物 很有可能她老早已经扔掉了 可是还有一个手表 通常人脱衣服之前 都先把手表摘下来 而她手表的表带呢 又是绒皮做的 真的血一干 很有可能看不出来 如果连她自己也没有发觉 也没扔掉的话呢 那这个手表就是唯一可以指证 她杀人的证据 你每次都有你的理由 现在查案不是讲故事 总之这次不批准 我用我沙斩的职位担保 如果化验结果出来 还是没有的话 我张大勇俊引咎辞职 勇哥 我支持你 好吧 我再批准一次 谢谢您 勇哥 你怎么这么肯定 表带上有血迹呢 我不知道